你們看這個東西 桌面跳臉 這是一個steam的程式免費的 我不知道這個程式設計的目的是什麼 40秒會跳一次然後跳2秒 這個完全可以自己設定 破心長膽還是懸良刺骨啊 就是說我今天要讀書 可是我很容易就睡著 我就要開這個程式 然後他 比如說我設定每20秒 每2秒 就這樣就這樣 2秒 不要2秒太快了 神經喔 5秒 這樣這樣這樣 就這樣啊 5秒太慢了 不要我要2秒就來一次 然後畫面持續2秒 就這樣啊 這個程式的意義是什麼 他就是一直這樣 一直出來一直出來 一直出來 啊啊 幹嘛 怎麼還有狗 晚上更會怕 搞笑 他這個是開著讓你不想睡覺 還是說提醒自己說 遊戲打太久了 就是他 就是他整個 綠色的圖片庫就在這邊 那我如果放一大堆 比如說什麼 阿金臉啊 還是放什麼 VTuber的所有的臉進去啊 那就 然後再把音效改成 他們每一個人的經典台詞 或者是什麼出場音樂 那就不是 跳臉 城市啦 那不就變成了 油罐車了嗎 對聲音也能自己設定 嘿嘿嘿 嘿 他為什麼有一張圖都才 這時間自射太短嗎 長一點勒 5秒勒 5秒會太長 哈哈 這笑死了 這個好恐怖 跑馬燈軟體 掰掰 他是整個螢幕隨機的位置 就是在螢幕上 這看起來好像中毒一樣耶 你們以前有沒有中過什麼廣告病毒之類的 他就跟白癡一樣 會在畫面出現一道在智障視窗 然後你在那邊點在那邊點 這什麼軟體喔 Steam上面免費的啊 什麼桌面跳臉嚇人 你看還有胳膊筋 他這隻狗是創作小 那我如果把下臉的圖全部放掉了 那會變怎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他媽看笑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嘻嘻人 呵呵呵 好吵喔這個 他用久了其實覺得好煩 我要看到我最喜歡的貼圖出現了 我就要把這個關掉 快點 我最期待的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我應該有放進去吧 哈哈哈哈 讚讚讚 哈哈哈哈 滿足了滿足了 這個程式你們會被他下載來玩啊 他 他有很多用處不一定要這樣子搞 不是用來嚇人 但是就是很好笑這樣 哈哈哈哈 要不要 要不要自己來玩玩看 明天就會傳這個 那個我如果傳youtube會不會社會信用減100萬分啊 會被人家殺掉會不會啊 應該不會吧 桌布跳臉嚇人 雖然說是嚇人 但實際上裡面的圖片跟音效都可以自訂 所以就是隨便用這樣 就像剛剛講的 你可以全部都換成 油圖 然後音效全部換成你想要的亂七八糟 他們自己的油配音 超棒 什麼都有了 你從頭到尾就是電腦開著 然後一直跳出那些噁心東西這樣 有人開著這個東西已經開了20個小時了耶 有人開了300個小時了 蛤 他一定是放一大堆油圖放著啦 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這個城市的潛力無限大 防盜 恩 他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在玩別的遊戲或者是做別的事情的時候 你這個東西開著他也會一直跳出來 那這樣子不就變成說 像之前什麼推特怎麼偷東西 偷影片事件嗎 那我就設定比如說 15秒或者是20秒 用一個透明度比較低的圖片 然後在角落或者是隨機 因為他會亂跳嘛 那這樣是不是變成了有點防偷片程式 你放一個台灣國旗上去 然後他會隨機這樣子 亂跳出來 好棒喔 超棒超棒 所以我說這個城市的利用性無限大 什麼都可以耶 超有趣的 用對岸的魔法對付他們 從今天開始我的信用分數 扣1萬分 也是 遠足 擁有 比賽 什麼事情 還以為